这事就相识了 别紧张 你这也看到了 但是 周某实在是不愿意对你动粗 这样 您跟我说说 江姑娘都跟您说过 些为什么事 什么计划 说完之后 马上送您回府 你这么做 对得起姑娘吗 谈什么对得起 对不起的 是 我承认 二姑娘曾经是对我有恩 但是这一路一来 不都是各自利用 各取所需吗 我是真的看你一路走来不容易 所以我真心劝你 选一条对自己好的路 不要去跟薛家作对 不要去包庇那些反贼 他们若是反贼 你们大可将我正常拒于狱中 按律审讯 为何偷偷将我藏医薛家审问 分明是有不可告人的阴谋 吕夫人这次倒是聪慧的 那我便直说了 薛国公 想要找到谢威仪党的罪证 如果能供出点什么 我绝对保你一命 我说了 我什么也不知道 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 你知道与不知道不重要 你说的是真是假也不重要 只要你肯说 就凭你是江雪宁的制有 只要你肯作证 任何罪名都造得出来 你明白吗 好说不能配合是不是 那咱就换一种方式 你别逼我 我说你肯定是什么 你肯定是什么 我肯定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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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肯定是什么